骑士从巷口骑出来下车跑到对面的路口 热心帮忙处理车祸 他走到轿车旁边想查看驾驶的状况 结果一回头却被一辆公车给撞飞 这是发生在2019年的事故 事发地点在台中东区台中路汉人河2街口 当时没有交通灯号 现在已经增设红绿灯 我要转头询问另外一台车子的状况的时候 就被公车撞上去了 热心上前关心车祸 没想到让林先生被公车撞到右大腿鼓裂 他治疗跟附近花了将近快要两年的时间 却无法恢复到跟从前一样 行动不方便无法搬重物 原先道路清洁员的工作也只能改成内勤 每个月收入因而减少了8000元 甚至没办法好好抱一抱自己可爱的三个孩子 而这一段期间医药费破百万 他拿出交通事故鉴定书 不过事故鉴定次要原因 是林先生为注意路况 因此双方和解矜持时都谈不拢 这是我一些医药费的部分 我这边有请律师有开明细给他们 结果他们看完之后就直接把那个明细丢回来说 我们这边没有啊 如果你要二三十万我们还嫌很多啦 我们这边顶多就是赔个五万十万这样子 林先生指控台中客运都不理会被害人 期间处理态度也不友善 记者实际致电给客运公司以及当事司机都没有回应 受害者目前已经提告双方调解了七次没有结果 将来不排除会再上诉 TVBM新闻乘先理财罗一新台中场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T频道